就先開始好了 我們今天高興能夠高請到陳喜真來 因為我一直很早就一直想邀請他來 而且這門課更適合和他來介紹 因為在台灣真的要找到一個真正的研究明天 或者是說有在看台灣的原來的佛教信仰 以及後來佛教信仰的跟儀式 佛教儀式的這種範疇其實真的很少 大家都是在研究所謂正性的佛教 反而台灣原來的佛教很少人在關心注意 以前我們也會找楊士賢 他在做釋教的儀式 他比較是做釋教這方面 尤其是跟桑葬比較有關的 所以你看放眼台灣真的你要找到這樣的人 研究這個範疇很少 大家反而研究道教的還蠻多的 你看道教 你去看那些文史工作者 大家都號稱自己是道教研究者 佛教這個領域這麼大 原來在台灣它的根這麼的深 其實不管從日據時代或者是日本時代 或者是更早以前 台灣原來有了這個傳統 以及到現在的轉變 然後尤其在跟密教的一個結合 或者是台灣原來就有很多密教的傳統 我看那個行政你也去調查了那個準題圖上 所以我們也是很關心那個 我們是做歷史上的準題的研究的 歷史的發展 但是台灣其實本來就有準題的道場 也有準題的這個傳統 所以我看你也很關心這個 這個我一直都會很注意 但是所以很早就想邀請請身來談這個議題 因為台灣做這個不多 香港還有一個談委輪在做 談委輪裡面它有一個團隊在做 但是我不知道談委輪它做的過程當中也很辛苦 你看受到各種打壓 就是這個好像都不被視為正統的佛教 我們就在課堂上講 一些出家的人就會說 這個都不是正統的佛教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做這個也滿心酸的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很高興邀請到 請身來談這個佛教的理懂 屬於說這個道教不放厭口 佛教不理懂 但是我們現在就要來看看佛教到底是怎麼理懂 在歷史上的其實在當代它是怎麼被實踐的 當代我們現在的佛教的理懂法會怎麼去實踐 這個我們現在最近幾來 包括我們體會學生都在接觸這個 抖科的實踐的不管是歷史還是當代的問題 所以就這次來也請請身 來跟我們的同學做一下指導 好那我們接下來時間就交給了 陳老師來請教 先歡迎他吧 謝謝教授好 各位可愛的同學學長 教授好 其實我今天要談的一個論文叫做理懂法 其實這個標題 我知道謝老師一直在做理懂法會 理懂這一個理事的歷史發展變化的佛道顯力之間的融合問題 所以這邊文獻跟我就不發太多事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我搞將近有一年多 後來發現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那個先有機先有單的問題 因為你知道嗎 這邊我講的常常去 那個江凱把這個放案Facebook的以後 然後這個演講區放案 然後我轉到我臉書以後就吵起來了 就下面留言的那個道士留言 比如說佛教哪一個拜的 然後這個怎麼會有這麼靈活的題目嗎 就吵起來 真的吵起來了 然後這個有和尚留言說 本來就有啊 是你們的董事 然後就有開始說大上經就有啊 大上經就有啊 大上經就有啊 大上經就有那個李斗 然後我們還有收割先用李斗法怎麼樣 然後後來這個道士不堪事 我說怎麼可能 然後他就說那個 這是你們為了一下中國生存才超我們道教的 然後後來就開始討論起東姆跟魔力之間起來了 所以我後來為了怕再吵架 昨天晚上再撲了一個心間奏告的那段 他不要吵 反正大家都是一家人 東姆啦 對 東姆之間奏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武昌街台灣省城隍廟 現在叫做那個那個 他又進升級的叫做 身符鳴鳴王 應該現在是台北市的首都嘛 中華民國台北的首都 所以按照稱皇的貴姿他應該是 魏林崩在上面那一階 那他就是在做李斗法會的 倒數的第二 倒數第二天的那個 倒數第一天的 晚上我就會做一個岩獸斗課 就會放這一個 七星庚 仁庚 仁庚 福守這一個 那他們也是找佛教的法師來做 然後再來 昏復宮 這個 這是做那個 媽祖生日嘛 所以你看就是用李牌一個 壽字喔 這麼一樣的福守 這是那一位法師自己手工牌的 我們來看喔 這個年壽斗課大家應該很好奇 到底這本書是怎麼來的 說真的 呃 這目前還是很疑問 但是 最近我看大陸學者有一位寫 在福建寫福州叫做鑰師斗 他的推斷他是超 他是學酬吧 後比 抖堂的那個 太上熊龍律斗的結構去 去把它弄出來 那可是現在又一個問題來了 大家都知道福州的那個斗堂 那個他們叫殘河派 為什麼會叫殘河派 因為他們其實又跟古山永泉是有關係 所以現在又可以 如果再吵下去 到底是我們古山永泉這個系統先開始的人 還是你們 因為這個東西每次去談這個說 到底誰先開始一定會吵架 所以這個問題我目前不敢談 因為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可以離境的 那台灣什麼時候開始有殘壽斗科呢 大概最晚齁 最早不會超過日治時期 因為這要講一個 這個東西我目前大概之後我會整理 再一個期盤就是 可能看到的討論一下 因為我目前不敢下定比的原因是因為 我怕這東西寫出來因為吵架 但是一定跟一個人有關 跟福州人有關 就是這個在整個福建系統 大概最盛行拜斗的就是福州隆臣 因為隆臣在大上經裡面都還可以找到一筆 就是隆臣有一個人 因為不要被流放到寧古塔清朝的時候 所以這個他那早上煉金鋼金 然後修這個煉準題 晚上拜斗母朝斗母立之天 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他就沒有都免災惡 然後免被流放到寧古塔去 所以可以確定的是這個隆臣 這個地方盛行拜斗 所以台灣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那個從關西的曹英寺 以前有福州有一位老和尚 雪峰重聖寺的那個手作 常務老和尚來到了關西曹英寺 去交了福州的這一系列的所有的衣櫃 包括宴侯啦 然後拜斗傳到了關西曹英寺 傳給誰呢 傳給了李明老和尚 然後李明老和尚呢 又傳給武宣 武宣又傳給 大家會看到影片上面叫西木 就這樣 那這個地方大家可以 目前大家 比較沒有疑慮一定跟福州人有關 但是 我不敢跟你現在可以保證 一定就是最早是關西曹英寺 因為目前不敢下這樣定論 再來第二個地方呢 也有開始出現了抖科 就是永靖廟 永靖廟為什麼會有抖科呢 因為也是來了一個福州牢 叫做清曲法的時候 到底怎麼寫 我還不確定 因為他們在訪談 他只有一個陰 然後呢 也是戰後 那是戰後的時候 他來到了台灣 再住席在這一個 這個永靖廟那個地方 然後交 那所以以前台灣 北部才有抖科 中南部 你沒聽說會有人在做圓獸抖科 沒有 是因為這些福州人 開始在台灣沒多數以後 就 大家覺得這個不錯 就開始學起來 學了以後呢 這個東西就 就在中部以北就漫遊 你到台南啊 高雄啊 基本上 你還是沒有人在做圓獸抖科 基本上他們 還是 但是為什麼 他們後來覺得說 那這個市場怎麼辦 我講比較粗俗 真的是市場 那就 後來說 太好大藏經裡面 有那個佛說北斗七星也命 就拿那個來用了 所以 就變成在台灣 有這兩個 還有一個呢 像龍甲龍山寺 龍甲龍山寺 大家有看到 他在1949之前 最後一次還有做 民國四幾年還有做最後一次演獸抖科 最後一次演獸抖科 到後來就不做了 為什麼 因為 慢慢這個佛教的這個 我們講說 不太理想 但是呢 他們又有拜一筒 那怎麼辦 什麼都改 叫做萬 叫做萬 拜九天九 九芒米斗 九能力 九願初一拜到九月初九 他們就 變成拜萬佛寶燦 那還是怪怪 然後改成藥師法會 那那怎麼辦 拜萬佛跟藥師扯不上邊 那好吧 那就是法會的 倒數前一天 他就做了一個藥師科 就是 念藥師經 單純念藥師經 然後 待會再看 用四九顆燈 弄個燈塔 像蛋糕一樣 弄這麼大一個 這樣子就把它 代表說 我有在拜登 那 但是呢 又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什麼一個和尚 那個劍才跑來跑去 所以基本上他們這個 斗科他還是點去做 這樣的一個思想內涵 就把藥師七佛跟北斗七星的形容了 所以呢 這個東方藥師七佛跟北斗七星 就合在一起 這個應該不需要講太多 因為那個 謝教授的課應該有點念的不少 所以大致上就是一個一個對一個 然後 然後 這個只是做一個對比而已 然後 然後 這個 七星 好 這個就是那個 佛舟貝爾七星的明星的那個 那個動作 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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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這邊 所以 你會在這個 炎獸走客 一定會 一定會聽到這個 這個 藥師佛的戰 為什麼 因為 他一直要跟你強調 他是跟藥師佛有關 他 他的主軸 炎獸走客的主軸 就只有兩個 一個叫藥師佛 第二個叫做摩尼茲編 另外呢 董火柯當然他的 總要對待是中天范基東木元君 然後他是北極之母化身九星 九皇大帝 那九皇這個就是 極限二影 那 我記得這個 我待會提到有一位法師很厲害 這位法師叫林妍法師 他 他曾經在家裡 閉了三年的官 做金燦的法師在家裡 閉關閉三年 他把大政這樣的密教夫全部看完 然後 他每天去做法會 他一定保持一個行為 每天晚上 八點到十點 全然不要吵他 因為他還在看景 他還在月葬 那 所以呢 他甚至 他有一次他在關渡宮 禮留法會的時候 跟信眾開示 開示什麼 大家知道為什麼 斗姆騎了七隻豬嗎 我想他會講個故事 他就把那個 那個 大家知道那個神話故事 那個 什麼 為了救誰 然後把北斗欺騙成七隻小豬 然後 藏在一個翁裡面 然後後來因為那個 大色天下 然後 我都傻了 我說哇 法師你真的太厲害了 這種一般 一般研究生都不一定會去看 比如說你今天看得這麼冷 他說沒辦法 他說現在的是一個知識爆炸的社會 你一個法師你不只要會做 你還要會講 你要內行 所以 他是一個離開的人 然後 所以你看他這裡面一定會提到說 北斗七星君 然後 然後 一定會提到這個斗歌裡面有什麼一段 你一看就知道說 他拜的其實還是沒動 然後 一樣離九宮 這些文具一看就知道 從哪來了 OK 那他當然他自將魔力之天變成抖摩 這個 所以他在這個斗歌裡面 他一定會有一段文字 就是想像魔力之天他們多麼的神奇 他說 有大神通 他想 跑到太陽的前面太陽看不到他 然後他能看到太陽 沒有人看到他 就能夠隱形 然後他所有的也不會被抓 也不會水火 然後也不會被政治迫害 就想像白天就是不會被政治破壞 然後 到底找不到他 走在路上的時候 各種困難也不會 也會保護他 然後 不會被水火給傷 然後 當兵的時候 在打仗的時候才會很安全 基本上就是說 非常非常 然後通常在這邊的時候 我在法會的時候 常 常 願常護我對不對 這個我的時候那個法師的時候 就要念說 願常護 禮樓法會中 中庭 這是最簡單的 那有的如果 要比較 要討那些 討那些那個 出錢的 大鬥爽的關係的時候 就會把那個名字唸出來 比如說 欸那個 李嘉凱 福祿壽壽 鬥爽 所以他叫魔力之天 可而為一 所以當然他一定要去朝禮 魔力之天啊 然後這邊就有趣了 你知道嗎 就是 這個 魔力之天呢 你會發現這個 斗坑裡面 有很 這個 有了版本呢 他這個 魔力之天 那個姿變成平 就是 變得魔力 貼不去了 那 那 這根就曾經 曾經 有吵架過 就是佛道兩個吵架 他就說 我們 我們 道教的這個 斗母呢 不是魔力之天 我們道教的 斗母叫魔力之天 我們是魔力之天 不是魔力之天 其實不是就是因為他 科本 那個 科的時候 他 少了一個 所以就變成了 魔力之天 不過是這樣而已 那 那 有的這個 他們道教後來 像現在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會吵架 就是 你們 大概有聽過正姓佛教 但是你知道嗎 現在新加坡 跟馬來西亞 在吵架 我們是正姓的道教 我們要把 跟所有佛教 遠處全部 通通都要把它 所以以前 道觀 道廟 明天信仰的這些廟 有共佛菩薩 有共佛教的這些 全部通通都要把它弄掉 然後呢 凡是這個道經裡面 這個科義裡面 出現跟佛有關的 全部通通都要改 然後呢 就會一直去拗說 這個 剛剛提到那個什麼 魔力土地魔力之天 這個 這個很好玩 就是說 他們一直認為說 他們要 純道教話 純道教話 以前我有聽過的 純佛教話 現在沒想到現在有聽到 純道教話 但大家都知道 不管你再怎麼純 都不會純 因為 在中國這麼久的時間 這比起之前的交融 一定是 這個 你終有我 我終有你的啦 那純粹化的結果就是 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看啊 這個 真的很好玩 你看 魔力子一樣 尊貼魔力之 增加八百 寶貝他做完了一支喔 然後呢 藥叉左右前後水 日月先 前行 天使 你看這個藥叉就出現了 嗯 真的啊 對 然後呢 這個 這個也是在講說 他這個西天同母 魔力之天的這一個 他的功德力 多大 然後他如果能夠依教他的教法 持出他的咒語喔 那就一定可以非常的好喔 所以這個 這個是比較日本聖元宗的那一個 大家當心會叫做明天的 對 那個小優位之天 然後這是一般大家最常看見的 那個 多姆多姆的樣子 像是白雲慣場的那一部 對 然後大家一定會覺得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多姆的手印 跟準題的手印 又感覺又很像對不對 那 民間真的是有人把準題跟多姆 當成 當成議題 而且你會覺得 可是他們就是有辦法把它弄在一起 我曾經那個誰 嘉義三寶三寧 零言禪四 不是零言禪四 不是零言禪四 嘉義三寶 主席 嘉義主席三寶三寶三寧 禪四的那個 的那個法師 他 圓 圓是什麼 他跟 他曾經講說 他們的念禮 他們就是拜登活說 北斗其心 的命經喔 原本 原本 那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 魔力之天呢 就是董母 董母就是魔力之天 魔力之天就是準題 他們三位是一起 他是這樣 他始終是 鴨 是這麼的相信 那 跟著我說的那位 那位 民言法 大會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 神端 這個是他的稻草 跟形式 在這個大安森林公園的旁邊 目前啦 但是可能明年就不在這邊 因為那邊被都根了喔 那一整天被都根喔 所以他準備要搬掉 現在搬到哪裡 搬到那個女王峰那個地方 那個東北岸那裡 東北角 對 萬里那邊 搬到萬里那邊過去 這一個建國高下橋旁邊那個四大附中對面 那邊有美國以前是美國的協會 那邊有一個巷子 那邊整片要都根掉 所以他就也被都根了 所以他一樣 他是布鋼塔橋會分式9公8公 那要這個布鋼塔橋喔 這個如果你們去看十個和尚 十個和尚布的全部都不一樣喔 絕對不會一樣喔 那為什麼 因為 這個部分 這個布鋼塔橋這個部分喔 書裡面絕對不會有 這是口傳的 那口傳 大家知道口傳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我教你的跟他 我教他的 同一個 同一個師父教兩個學生 就會比較不一樣 為什麼都會長 然後這個學生 以後再教學生 又再長 大家知道什麼意思嗎 會長東西吧 所以弄到最後呢 十個人就會十個樣子 然後 就完全完全會不一樣喔 喔 那 這是非常的經典的一張道理 大家覺得他眼睛閉起來幹嘛 他在唇響 如果你去問他說他手上拿這把劍是什麼 他會告訴你這把劍叫文書劍喔 對 這把劍叫文書劍 它不是七星劍喔 它是文書劍喔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佛教的所有的跟漳卜心秀有關的呢 是從俄蘇菩薩來的喔 而這個東西呢 不管你是藏傳也喔 這個 大藏經理的 你看 會不會是都會跟文書師義菩薩有關喔 像文書菩薩說的那個碩藥經啊 所以我上次才問那個荷蘭那個學者說 為什麼 不提便一定要提文書劍殺的 喔 這樣才問 因為 你去問他他的時候他這把劍呢 叫文書劍 不是七星劍是文書劍 然後一樣他的四方會結界喔 嗯 我越看越 我就問他看到那個開放這樣 我覺得現在看赤水晶糖 嗯 然後會持燈 燈柱喔 然後悟三台七星乾喔 然後點藍斗燈喔 在旁邊的輔瘦 所以輔瘦代表你藍斗六師跟雷斗六師 七元星君喔 就是 黑豆岩獸南斗岩神的 的 星斗喔 因為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興趣喔 這個禮拜天其實可以去幫 因為那個黃毅錫教授就是 就是要寫 他那一輩就寫岩獸總科 對對對 那個岩獸會 那應該是廖總市場最後興趣的一件 那個現在法案公 比如說法會主法 就是廖總市場 嗯 以前他也會去找佛教 對 以前是啊 以前他們找 現在和尚不找 現在他自己下去做 老師稍等一下 你上一張有一個叫東金是什麼意思啊 欸 待會兒給你們看 就手上拿那個要點 點 點燈用的那個工具 早期就是 就是一把箱喔 然後把它捆那一個 瘦金 然後這樣比較好沾那個油 然後點了他去點火把 這是目前的蝙蝠海 但是 我就說資訊發達以後 就會出現一個現象 中度他們有看到 目前台灣的那個斗塘殘河派 那一根叫做三胎 就是那一根像三叉集上面 對 就是開始學那個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好用 對 道教儀式裡面那一根 在做那個燈科 燈科的 裡面那一根 對 燈科 燈科 對 還有他們的俗話叫什麼 叫火 火嘛 米像米一樣 所以叫火 那這個藍燈神咒的話 呃 這個單人從道教出外 等他下來改造 上帝有刺變成那個 冰山有刺嘛 然後七星下降變積火下降 那這個藥叉大將 本來不知道是誰 那是真武 真武就是原本的真武 就是改成菩薩 然後下面通通都 像原本都照到道教裡面的那個發展成這種 但是就是只有改了幾個東西 那 但是 但是 但這句 第三句 三活復體幾乎很熟 有沒有 為赤者死 這個 真的在做的時候不能唸為赤者死 要變成為赤者化 所以黃金喜好他的那一篇他會跟窮龍玉斗做對比來 來弄 又是又是又要回到窮龍玉斗 就很有趣 其實我這邊附帶一提喔 因為大家如果去看禪河派的做法齁 如果用原本的道教的方式去看 你很多 他的很多動作你會把它理解 如果你回去看 看這一個原本古山這個 古山永泉他們原本傳統的那個本地佛教的做法 你就可以理個場地犯很多 可以 到底怎麼來的 所以 譬如說他們在做一個叫他們第一 一般的任何的科士 叫做 眼鏡 早刻眼鏡 早刻眼鏡這個名字 就是原本佛教在用 然後呢他們 那麼眼鏡到後一半的時候要朝外 朝外 然後要燒 燒一個那個 那個 一個紅草過去 這個原本也是 霧山永泉他們在做 就有 他們這一套完全都 就是這一套 這一套 拿過來 就是 那個神偶換的很有 就像你去看斗堂 他們在做禪斗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健康要放一個成團老主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他們 就是學叢林裡面的天王殿 所以 四大天王改成了四大關將 那 最胖的那個米勒菩薩呢 就變成了成團 就是這樣來 不然成團其實 他為什麼 他跟這個有什麼 沒有關係 純粹就是 後比過他用的 那這一段 運動天佛國 神夢之下 奏連上神等等 這一段 這個都是改 反正你佛國 這個也是從道帳裡面把它改 所以你看這個 大家注意看兩個字 高公彈琴 有沒有看到 高公彈琴 高公彈琴 這個高公嘛 高公是誰 大家就知道了 然後呢這邊的時候他會有 這個書我們大概可以翻一下 就是他裡面 那個水要 要寫會的金剛柔 就是要寫在那個水裡面 然後呢 然後岩獸斗珂 他就是把所有 他認為可以消災岩獸 可以逼用你的 能夠放的 全部沾進去 所以呢 他也出現二十四諸天 可以把 有二十四諸天的 一個一個那個 報告 全部把它放進去 然後最後面就把 二十四諸天的 名號 撐撐撐了一次 這就是二十四諸天命 在用的那個 掛走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不會字幕 旁邊有一個小朋友的那個 沒有一個小朋友的那個 然後二十四諸天 如果你要再探討 又出現問題 為什麼 又重塑的 有一個 呵立地南尊天 又有一個母 又有一個龜子母尊天 呵立地南就是龜子母 龜子母就是 呵立地南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一個斷句的問題 因為在金光明經的 災天課裡面 研究還叫做 那個 呵立地南龜子母重等 那他把 呵立地南 燉了 大家知道嗎 燉了一下 呵立地南 龜子母 重等 所以呢 從此以後呢 呵立地南 跟龜子母以後 一直有左邊的兩個人 這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那這樣總數呢 大概就是二十 其實 其實這個 就是很怪 因為我怎麼算就是不對 你知道嗎 就是 目前這個諸天 大概只有二十諸天 是公版 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這二十四諸天的話 那個算起來就是不對 而且它版本還真的很多 因為我的新加坡的朋友 為了個二十四諸天 新加坡的一個 一個像話稱 為了這個二十四諸天 用Facebook的寄給我 他說 捨生啊 那個 那你有沒有覺得 二十四諸天問題很大 我以前我也沒去管 在幹嘛 問題都大 好多個版本 而且更大的 更大的問題是什麼 掛籌跟念的都合不起來 不然就是 就是 不然就是念的東西 跟實際上排出來了 也合不起來 然後嘛 現在陷入 不然就是我念的東西 跟掛的版本 基本上是另外一個版本 那它很疑惑說 到底要不要改這個 為什麼說你不用改 你繼續講說 因為你要改的話 那你就代表說 你要出現在編一套的東西出來 結果變成你 善光金色的版本 所以 這個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光光眼的時候 有可能可以去討論的東西 他也太多 但是我看那本 大陸寫的那個 鑰匙頭科的研究 他有推斷 怎麼樣應該也在清代以後 因為這二十四諸天 完成大概明朝那時候是很盛的 有二十四諸天的這個 大量的這個 包括那個 公貫畫像 大量的出來 然後還有一個人還可以吵 你知道這個 齊蘭 到底齊蘭是誰 不知道齊蘭省是誰 就是 說 大部分一個佛羅斯 講那個觀光 他地區的時候 可是這個問題很大 你去看 蒙甲如山寺 他手上拿斧頭 那台灣很多地方 這個齊蘭都是拿斧頭的 那拿斧頭的當然就不是觀光 那你看是誰 他又是誰 那有的地方是共華邦 就是委託的 委託跟華邦自己也有 還有委託跟王天君的也有 這就是 剛剛你問了 手上拿的意思 那個感覺叫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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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這個叫做 有沒有覺得他筆 是什麼音 就是什麼音 好了 因為光那個手音的名字 可能就會吵架 有人說是聖山寺 他會告訴你 不是 這是珊瑚音 他會告訴你這個叫 珊瑚音 珊瑚楚 馬上複俗 然後 三谷俗 然後你如果問道教他會告訴你 沒有這根本是我們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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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三音 然後就可以吵架了 然後就是 就是 二三都偷 然後 你道教哪來的手音 手音是我們 手教開始 你道哪來的手音 那就可以吵起來 然後這開始點這一個 的 福壽燈 然後這就是 來的那個 福壽燈 中間的那個 九黃燈 另外呢就是說 裡面會有 有一個咒 有兩個咒 一個藥王菩薩 跟藥商菩薩的咒 這是從 佛壽觀 藥王 藥商菩薩 經裡面來的 那 這個 他就比較說 只要念這個咒語 他 就可以 進入 彈神修行 關火三面 海洋無量等等 這是藥王菩薩咒 就是說 如果你藥王菩薩咒的話 你可以進諸業障 然後可以 現在生修火三面等等 這個 這個能夠 職放諸佛來 反正一切的 會吸收你的經濟的一切惡鬼 都無法 無法傷害你 然後 拿個藥商菩薩咒 然後 拿個藥商菩薩咒 然後 一樣呢 這個 念了以後 他有總司 十個功德 一樣 所以 這本 嚴肅有法 就是把所有 你認為他可以 對你消災 解惡 有 有關的 就全部放進去 佛了也好 倒了 全部放進去就對了 然後解 解二十四二 山寨二 四三二 五七二 六骸二 七三二 八難二 九星二 夫妻二等等 水火二 然後大家來對比一下 大職北方成就國能結山寨 跟大聖北斗契 原本是大聖北斗契元君能結山寨 改成大職北方成就國能結山寨 這個是 照原本的版本 但是現在有些 有些地方改了 因為怪怪他直接改成那個 大職 大職那個 北斗七星佛 不然就是 就是那個 大職東方七星佛 因為就是那個 曜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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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這樣 那 但是他唱的這個運 就有三四種 看你高興要唱什麼東西 大家可以帶來給大家看影片 這個就是在念那個蕭齋解 寫二十四二的時候 把師會親自下來 把這些狗手們 進行這個 加持 好 接著呢 完了以後呢 接下來就會繞 就會唱這個 叫做香噴東海千景秀 然後唱了以後這個 然後會一直 一直繞 繞 繞山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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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這個 龍 先給大家看影片 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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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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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词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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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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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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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词曲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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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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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字幕 李宗盛 词曲 字幕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字幕 李宗盛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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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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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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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